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我们的许珊另外是新西兰义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点赞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的这个话题非常有争议性 这个争议性尤其是在那群黄油圈里面 是英国那群极度愤怒 而且也在大市破坏 将这些图片的地方 其实这一带位置都是充满着图片 从过往来说 一个星期就会换一转 近期出现了一批内地的朋友 将那里一夜间秒变回中国 对不对 对 一秒之间就回到中国 很厉害 你说其实是否有这么大的问题 有些人会说 不是吧 后面本来是花里绿 对不对 就是画了这些 有个Mr.Bean在那里 有画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 突然间变得白了 然后就有些字在那里 这样不行 这些不是图片 对不对 不可以这样说 这些都是图片 有一个白底 然后有一些字在那里 当大家一旦走经的时候 明明这是英国 为什么出现了内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24个大字 看到这24个字 我们也会想起 内地 刚才所说到 整天都会看到的 就是这24个字 就是会给人的那种感觉 挺有趣的 我明明是英国的 我走这段路的时候 就会走过这段长长 一段白色的路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 好像在内地的感觉 我们再加上 我们刚才放了一张照片 你看看 这个洋人 虽然戴着太阳眼镜 可能也会注意到 会注意到 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一堆中文字呢 当你有时接触过一些洋人 可能他们对中国文化 有一种 響望也好 有种好奇也好 所以有时 你送一些礼物给他们 印了中文字 他会很有趣 想知道什么原因 还有中文字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对了 没错 写什么 一件事 他们会有那个兴趣 没错 而跟着 刚才台湾所说到 有一群 有非常浓厚政治立场的人 哇 就立刻瘋了 走去说 哇 没有搞错 把内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移植在英国 或者文化侵蝕 或者什么 侵蝕 请问 侵蝕什么 没有 没有 现在有一群 据说 一些读艺术的学生 走到这幅墙上 噴了这24大纸 当中 反而是 亦都突显出 英国的一种 图片的文化 对吧 而且内容 现在是有了 跟中国有关的内容 其实 这一次的行为 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 成功就是这一次的行为 艺术 能够引起讨论 对吧 没错 怎样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然 我们一次过说了这24个字 我们不是说 在这慢慢解释 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想解释一下 那群人为什么有这么怪的 政治价值观 反而这个是有趣的 对吧 其实大家回到内地 很多官方的网站 其实都会看到 甚至会慢慢详细解释 你们听 现在科技进步 又不用买本书来看 就是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其实这24个字 放诸于四海皆准 绝对是 有哪个国家 不想要有这些价值观 在社会上 富强民主 西方国家 每个人都说民主 加上每个国家都想富裕一点 富强一点 富强一点 文明和谐 有哪个国家 不需要文明和谐的 你以为 天天在吵圈巴弊 又示威 又暴动 这样才过日吗 是不是 社会上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有哪个国家 不是向这些价值观追求的 不想有更自由 更平等的社会吗 公正法治 每个国家都说的 好了 在个人层面里面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他们个人做得到这四个东西 不要说全部人做得到 大部分人做得到 都对社会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对不对 只是敬业 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 要求公民终于职守 黑己奉公 服务人民 服务社会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职业精神 不要胖胖胖 要敬业 所以你看到英国相当多罢工 罢工 公务员 都还要罢工 又不是说不加薪工 只不过加得不够 才是曹曹工 这些绝对做不到 他应该站在经业这两个字面前 忏悔一下才行 忏悔 要好好思考 那就好了 对于那群黄友来说 有没有搞错 是不是要散播这些思想 来吧 英国这么大 区区一幅墙 都可以喷了24个字 压倒你 什么思想 什么入侵 不要笑死人 什么思想入侵 有没有那么脆弱 英国 是不是 英国很强大的 他们自己认为 文化输出方面很成功 事实上 英国过往的历史 在他们文化建立上 的确成功输出到世界各地 而且是随着他们的殖民主义 不停地递增英国的文化 的确实真的山坡到世界各地 是很成功的 现在 大家 去到今时今日 21世纪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近了很多 文化交流的各方面 当然比以前强了很多 现在在中国也好 在英国也好 大家都有 不同国家的文化也存在 现在在英国 有人 有些艺术 艺术的学生 跑了出来做这个行为 也是很成功地 在社会上 制造到一些的话题 以及引起大量的讨论 本身这个行为 我觉得是非常正面的 但是有些人就认为 这种做法就是一种入侵 是文化上的侵食 英国的文化底温不差 老实说 有些人就说到 好像比日餐一样 就算噴白了墙 你只是噴几个字 你不要说噴一只 二十四个字 我只是噴白了整墙墙 之后 我噴了一只矮 在墙墙中间 小小的矮 我也是一种艺术 万六重中一点红 这样的意思 行不行 我喜欢噴太极 吹吗 都是一种艺术 是不是 你没有搞错 原本有Mr.Bean 噴白了 噴几个字 那要噴什么才行 说明是自由創作 你别瘋了 接着不到一天 给了一大赚 冲出去 就发泄他们的愤怒情绪 记住 你发泄愤怒情绪 还是Graphity 是两样东西 我们不如看看它搞成如何 好吗 好 好 一二三 看你搞到 鬼马六 这些基本上 已经不是Graphity 这些不是Graphity 政治的宣洩 情绪宣洩 有什么 是乱写几个字 对 不是乱写几个字 对 为什么呢 对 就是这样乱写 变成了 连弄腸 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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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已经 纯粹噴一些字 情感上的发泄 没有意义 当然 噴一些粗口字 有时候Graphity 也会看到 但是你这样去 把别人的 弄成这样 就太过离谱了 我也认为 是 好了 我们看看这件事 据说 现在又变成白色了 对 现在已经拆走了 所有东西都 变成白色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其他的作品 摆上去 其实通常来说 是一个星期换一次 但是有些人就说 有一些位置 就是有些大师的遗作 所以没有了就会觉得很可声 没有理由要噴走它 不是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的 是Graphity Graphity 是会有随时被抹去的一天 要不然 怎样叫上Graphity 才可以 所以为何大家要珍惜去看 或拍下它 甚至乎 华国人都知道 有朝一日就会 消失了 会消失了 希望大家叫珍惜 或者这些街头 留着那一刻 就是这样的 九龙皇帝 九龙皇帝也是死了 才会 都会抹走的 是的 都是抹走的 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抹走了 对不对 没错 没得这样的 我们再讲讲 很搞笑 看到那群黄友 尤其是宜英抗争组织 就说这个民主场的事件 就继续发烤 就说声缓 香港人呼吁要制裁 香港官员的联储 他竟然拿这个民主场 就是什么呢 就是写 记住 这个是Graphity的场 他们变成了民主场 连龙场 连龙场 也是 叫大家去联储 什么抵制 中国连龙场 还是什么 很多不同的事情 又说什么 拆展人 是小粉红 还是高级黑 又说什么 手段 的确告名 协助 国家方面 输出意识形态 推上了很多个英国媒体 去跟进这个报道事件 我们公平点说一句 其实我们看到BBC 都有报道这件事 你说是否说到很负面 只会引起一个争议 它两边都有说 有些说它强化了中国负面印象 有些说文化入侵 强化了吗 我又不是很负面 老实说 这幅牆 就是被人搞艺术创作的 这次有些学生做这样的行为 都是一个创作的部分 其实是否不用那么紧张 我又指有部分 非常抗拒中国的黄友 又是英国的黄友 那些人真的特别疯狂 立刻派人出去 画得花光 对不对 连讨论都不让人讨论 可以这样吗 这个就是一个点 除了创作自由之外 你说到英国那么有思想自由 又说什么批判式思考 又说这些 对 西方你可以传播自己的 自身价值观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可以 给中国去谈论自己 中国的价值观 那你会不会 在英国一些关于 中国价值观的书 甚至乎 节目也好 或者其他人在讨论也好 是否不让人去讨论 如果这样的话 你是相当之霸权 重点和人说 思想自由 如果是的话 你可以拿西方的价值观 和内地方面的价值观 一起去大家比拼一下 这24个字 究竟有哪些价值 和西方是一样的 做不做得到 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发展 才是最重要的 可能有些位置 未必会即时做得到 甚至乎 慢慢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就是让人民 有一个核心价值 你要知道 究竟是怎样 所以我们看到 例如学校 医院 企业 甚至乎一些店铺 或者公共交通工具 宣传电子版等等 在内地 经常都会看到 大街小巷 都会看到 让大家潜移默化 可以看到这些字句 这些字眼 这些词 让我们记得 应该我们 是的 诚信 其他不同的东西 经业 爱国 这些很重要 要有的 法治 公平 你经常看到 公正 这两个字 对 那是不是不要 骗人 不要骗称 你可能会有 思想的 反思 是的 没问题 这么正面的东西 你都不给 是吧 就算是怎样 你都希望 国家方面 是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的 是吧 我不明白 为什麽你噴得都花了 可能有部份人觉得 这24个字 当中所带出的价值观 是不合乎他们的价值观 就是做人不应该要有文明 做人不应该民主 做人不应该和谐自由平等 不应该有这些价值观 是不是这意思呢 所以是相当疯了 我不明白 有什麽大的问题 我看不到问题 我完全看不到问题 这个也是一种 在英国来说 英国的一种 过往来说 都是行之有效的 所谓的表达的方式 是吧 是吧 他们这样 搞到骯髒了 又在弄了其他 不同的古灵精怪 那些东西 亂噴 他说 不行啊 我们二次创作 吹吗 但是你们 创作有些水平 是吧 要最少有些水平 没有 就拿一支笔 拿一支油 乱写 写完字 写到诡达 是吧 那这些 叫做 创作吗 叫做二次创作吗 我看不出 你这些是侮辱的 更多 这些 根本上 这些已经是 亂噴的了 2019 612 你也噴下去 关什麽事 是吧 你当成是 政治宣洩 并非 是艺术方面 所以这些人 相当之疯 现在被人捉到 就说 你这样搞法 不正确 那些人 这些人 就是这样 这么无賴 就会 自己来二次创作 一夜就叫 撒走 我们今集 暂时说到这里 大家也无需 很愤怒 这些 其实 当是了解国家 是怎样 不一定是中国人 才去了解 世界各地也好 这些 沈旭辉 什么 国际关系专家 你一定要 如果真的要了解 国际关系 你不要管 中国也好 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法国也好 他们自己本身 都是国家 自己的社会思想 的核心价值 没错 细微的分别在哪里 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国家 就是这样 他们有自己不同的分别 所以你要怎样了解 例如国际关系 很简单 去解释 当然 国际关系 包括很多东西 你怎样去了解 你不要说 我不去了解你了 你不明白 我不看你 不能这样 就算北韩 你也要了解 究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你才代表你了解这个世界 不是只是 我只看我们这里 就行了 好 这部人很坏 这班人 这班人 好 我们今次说到这里 如果24字 你都这么害怕 你真是不要做人 不要做人 真的没有用 对 好 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